大家好,我是欣欣君子兰的小欣 夏天呢,我们养一口君子兰的话 注意担心出现两点的问题 第一点的话,就要小心手里的这个花 可以看一下 左右的话,晃动的话,根系不稳 虽然说没有脱盆 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话 这个花的根系的话 已经出现了烂根的问题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担心 像有一些,尤其是大花 上到三年网上的大花的话 因为它的花盆子的话 会比较大 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夜尖的话 会出现这种碳君病 或者是夜斑病,黄斑病 甚至说有的花的话 会出现软腹病 今天小欣这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夏季养蓝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几点 去预防这两种 出现这两种不好的情况 首先小欣蓝说一下 无论是镜头里面 大家看到的是这种五六年的大蓝也好 还是这种两三年生的青春花也好 通过这种一到两片叶或者三四片叶小苗的话 都要提前去喷擦沙菌药来预防病菌的产生 大家不要觉得说 像这看着花的状态非常的好 叶片的话也没有产生各种菌 然后包括家里可能通风也比较好的话 他就觉得沙菌药没有必要 沙菌药一定要提前去预防 夏天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做 而且必须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是注意通风 因为夏季的话像东北长春来说已经三十多度了 更何况南方的一些地区 温度高的话 菌药很容易产生烂根或者自生细菌体现在叶片上 尤其是一些大花 它的花盆比较大的花可以愿意纯水 大家一定要注意通风 让它的盆土的温度能够降下来 有条件的情况下的话 给花吹一吹风扇 让它有一个过膛的风 甚至说有一些如果有地方有条件的情况下的话 把它放到空调房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能避免菌子兰烂根 包括它的叶片支生一些细菌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有的蓝友的话他比较喜欢菌子兰 所以他家里面的花的话也是有几十颗 甚至有的蓝友是有上百颗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花之间的间距一定要拉开 有的时候叶片荡着叶片的话 你的这个菌子兰的话也是愿意支生细菌的 夏季的话适当拉开 花之间的间距也是提高通风很好的办法 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浇水的问题 我一直分享的就是我的方法 因为每个人养花 包括地区地域不一样 夏天会建议尽量干一点 因为夏天的话温度高的话 其实花是最难看的一个状态 它跟开春的状态是比不了的 因为夏天温度高 然后被阳光晒的粘巴 加上一个整体的通风的话 花的光泽度都会差一些 而且温度高的话 像菌子兰的话 30多度往上的话 它长的也慢 所以夏天我们不会要求说 菌子兰长得有多好 有多快 只要是说它别出问题了 过了夏天的话到秋天了 该换土换土 该上肥上肥 让它再重新找回它的状态 所以夏天浇水会比大家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比如说你可能是开春的时候 比如说五天浇一次水 夏季的话你可以延长个三四天 尽量盆土干一些 来防止你的菌子兰出现问题 这样就是小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点 当然即使是你做好预防的话 如果你的花出现烂根的问题 或者是它的叶片 出现这种叶斑的话 也不要担心 只要它别软腐的话 你的花还是有救的 这个就是小星今天给大家的分享 喜欢菌子兰呢 别忘了给小星点关注持续 还是一样会给大家分享更多菌子兰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